泰坦单挑竞技场马上完工 最后这块给他搞错了 变成三层了 没事凑了也能用 哎哟我去 还有一崩端了 这个高度应该是够了 里放一只泰坦再放一只叶峰 应该是够的 这个宽度都快接近60格 估计比60格还多 多余的咱们卖到转化桌 太多的那边都扔了一堆了兄弟们 根本就多不了了 没法再多了 这块多的我就往这一扔 继续扔墙角 然后这边的坡啊 我看看啊 泰坦放在这个位置 然后我们要开始铺炮塔 炮塔需要凋零头 我记得我之前有凋零头啊 上面咱们掉的盒子 我看看啊 在这做个坐标 这是我们的泰坦单挑竞技场 哎 泰坦单挑竞技场 然后我们回趟家 回家了以后就找那个 那个凋零头炉 我记得我是有的 凋零头炉 凋零头炉 没有是吧 来来来兄弟们 这每天总能有件事 能想到二楼 今天二楼要帮我们 搞一个凋零头炉 二楼十年单身 换一个凋零头炉 如何 刚才恶分之类行 我找没了 哎 为什么我有夜市啊 不叫夜市 叫抗 抗制盲 他们没法把我制盲 这是为什么 好奇怪 我居然能看到 但是我现在依然是有点 咋的感觉 哎呦 有牛奶 有牛奶 我水桶呢 我给自己搞一桶牛奶 没有牛奶 太难受 哎 牛呢 哇 这个蜘蛛把我的牛给杀了 我先和平一下 还有牛吗 这还有 这还有 哇 吓死我了兄弟们 太难受了 差一点就没牛了 喜欢这个整块包的兄弟们 记得点赞 关注哦 然后不要忘记了 线屏后看 养成习惯 哪怕一个表情玩 你能为叶峰增加点国防量 我一口井顶掉我三个方块 那还哪来的凋零头颅 在家十年 二十年单身 换一个凋零头颅 凋零头颅除了我们这幸运方块里开 还给到地狱里找 在地狱的环境你们也知道的 泰坦加格拉斯 不用我说的知道有多恐怖了吧 根本去不得 根本不能去 去不了 根本去不了 所以还是主世界比较好 二十年单身也刻不出来吗 什么头颅 凋零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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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玩幸运方块原版的啊 你不要那玩意儿 那玩意儿自己输了 现在我们需要他了 他不来了 真是搞人心态啊 黄金铲 这怎么又有 笑白 忠诚者 骷髅 这是 泰坦小怪 直接干掉 看见没有 赶尽杀绝 不知道是什么成就力 不出头颅 咱就不停 就只照着头颅开 其他东西咱都不要 不缺这些个 撒瓜俩子 这是夜风大 哎呦 那是离远点 一会儿给我豪宅一炸 往上飞 再来点 凋零头 凋零头 给个凋零头 这么稀有吗 大哥 兄弟们加速一波 哎 不用加速了 单独来了个凋零头 直接爱住了兄弟们 可以看到啊 说明咱们这整合包里边 没有拿这个打过 凋零 所以这整合包 才是可以打凋零的 完美兄弟们 太好了 要的就是这种感觉 三个凋零头 我把这凋零头 设置一下价格 就可以摆到我们的凋零 不对 泰坦单挑竞技场里 先看一下 确认一下这个版本 是有炮塔的啊 没有炮塔 光炮我们的攻击 很难打败 嗯 凋零对地炮塔 对就是这个 别的别做啊 这种防空的 还有它这个 排击的这个 不要啊 因为排击会毁坏 我们的基岩层 只要这个 排击 啊不是 只要这个 叫什么呢 这是 这是什么东西 对地炮 对地炮 它需要的其他 哎 小怪听狗啊 背后偷袭 我这熬夜露视频 画的说不理所的 这是基岩加黑药石 没问题 基岩 再拿两组特钥匙 OK 咱们给这个定一个价格 我们给这个定一个价格 就开始直作 哈哈哈哈